大叔被这一顿灵魂拷问给整蒙圈了 这大妈要不是派出所退休的 要不就是刑满释放的 长得太狠了 大叔你要是被绑架了 你就眨大眼 这大哥一看就是个踏踏实实的老实人 几十年来大叔见山便是山 见海便是海 见花他就是花 就这么个老实人 唯独见了这大姐 云海开始翻涌 江潮开始澎湃 昆虫的小畜虚脑的心里直痒痒 只要大姐开口 天地万物便统统满足 你相不相当我 我还行 挺好 那行 我爱发送 爱打吧 爱打吧 爱发送 我就说了 那都没事 没啥事 我就是好玩啊 好玩啊 你就把你的工资本 工资卡给我就行 那行 那我就不管谁了 大家玩家机行吗 跟人家玩 你要再玩你玩 我玩就玩 跟人家玩也行 那行 这大叔家里之前 有个生病的老婆 一直不离不弃的 一照顾就是几十年 直到去世 大哥还是念念不忘 时常拿起来 照片插来插去的 这么个老实人 节目给介绍的对象 咋感觉就是 遇见诈骗了呢 这感觉不对劲啊 这大妈经历了 两段不幸的婚姻 咱也不知道为啥 大概可能前两个 比较老实吧 防止村管 啥的祸祸到位了 想着用之可惜 气质就再换一个吧 这次相亲 两人不知 能否重新组建 一个小家庭 这是介绍一下吧 这是李文庆 李大哥 这是王秀芬 王大姐 这大哥的手腿挺帅的 挺帅的呀 那咋样 咋有没有那种 心动的感觉啊 有点 那丑的就是说 有一滴啊 感觉是丑的 这人丑的还挺好的 长得挺好 大眼 这两人一见面 也算得上是一见钟情了 对对方的感觉都挺好 一个瞅着说挺帅的心动了 一个瞅着说挺好的大眼睛 既然这样说了 那大姐我可就不客气了 快人快语的大姐 一股脑的把自己的问题问了个边 直接把大哥整蒙圈来 看大哥的表情 显然是没什么准备的 大姐这招明显就是只要我不尴尬 那尴尬的就是别人 这招还真是百事不爽 大哥还是一一做出了回答 大姐双手一拍 成了 目标就你了 看招吧 你相不相当我 我还行 行 大姐一听可高兴坏了 你既然稀罕我 那我不妨提点小要求吧 化妆那不是好事吗 爱美之心人皆有志 你整的粒粒整整的 我带出去不也有面吗 大姐一听 赶紧放下来像这打火机聊过的秀发 我若是长发即有 大哥你娶我可好 眼看大哥的眼神已经飘飘燃了 趁着打铁铁说出了自己的另一大爱好 我今儿好玩啊 好玩玩啊 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啊 大妈这样啊 我 我 我不玩 我都记得我 大妈一听鸡言了 国吹运动你都不玩 假如我要玩呢 你玩玩什么 哎呀妈呀吓一跳 我就喜欢求生欲强的这一款 那那你不玩啊 随便玩啊 大姐趁着打铁还没玩 趁着鱼文就又打了一遍 男家玩玩相机行吗 把全家玩 你要这样玩你玩 我 跟男家玩也行 啊 你跟男家玩呢 那行 行啊 行咋不行啊 这大姐也不知道看着大哥好说话咋的 提要要求打应啥 这不是一啥老头吗 紧接着又提出了新的条件 我不能说把我的工具 都在一起俩人那么花 我不能那么做 有的那老头就 俩人一工具一起花 那么的我就不找了 那我找的大呀 我自己的钱也不是不够花 我得说 她的老二 她要是说认可我 她就得说 把这个钱 行 或者给她 两千五 或者说都给她 就是过日子花呗 是不是 这一大姐是又想找供养 还想喝牛奶 你香了可快没 大姐的洗脑的水平 去干传销绝对的经营骨干 讲的句句在里 挑不出一点毛病 可这话在你嘴里说出来 我听着咋这么别扭呢 总觉得这不像是相亲 更像是真人出镜的普发节目 大哥你可长点心吧 老了老了 别被你长发急腰的对象给骗了 刚答应完这个要求 这吧 供养奶都不喝了 想直接吃养肉了 咱俩今天在一起 过 学到你了 你要不要多买点啥 多买点啥 我只想要个桌子 你看行不行 最少你比一万多的 现在这样的桌子 你比一万多 你要桌子 我现在 没有钱的这个买桌子 我也不管你要两万 要三万 你说多买个桌子 那这该小事吧 那不是小时候 那是小时候 这一万多的金桌子 把大哥难为的够呛啊 但是面对眼前 这个自己比较中意的女人 大哥是左右为难 挠头抓耳的 不买金桌子吧 今天的乡金不就错一了吗 买吧 实力不允许 大哥想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他买桌子 那我这个工资 给他那啥嘛 给他一千五百块钱 我在那留一千块钱 我连抽烟 这干啥在这炸 真的那么给他 一万多的 这炸 反正是我这抽烟 反正我要个儿个儿的话 那那一年 用后一年我再炸出来 办法是想到我来 到大姐这能不能实施 那还是一回事 要做的 就是给公司 我就是给公司 那公司卡 那不那么扔 那我一月给你 只要一千块钱 生活费 剩下我连抽烟 剩下钱 连给你炸 那整个多少钱 你说不通 啊 你一直在几个日子 搞这钱 攒多了 买不买 咱俩就去 到底起这不费 也算 也算新婚吧 你也算 去见面点 那要一 要个多多 都找个小事 还用 非得你另外 在几个日子 都搞我的钱 这个结局不看 我就能拆个八九不离死 这是纯粹的老鼠默毛笔 你想的可不得 你凭啥相中的大哥 不就是看中他老实吗 接下来说的话 叫相亲红娘都看不下去了 他要相中我 他就咋想啊 那你给你一回 你给公司卡 那是俩人吃饭的钱 俩人在一起生活的钱 可不是这钱都给我 知道不 他咋都给我自己要啊 我不念过来 俩人在一起生活用吗 他要是没相中你 他就不能 从一把公司卡 给你这个事 所以吧 就是说 二十五回来 这大哥 我觉得他已经 拿出他的诚意 他愿意把公司卡给你 那你愿不愿意说 十心十一过日子 那就是要把两个人 钱放在一起花 不然你攒钱干什么 大哥 大哥的意思也是 我攒钱干什么 我给老伴钱很正常 但是你再管我要一个镯子 那你让我去哪儿拿 我只能从我的公司里面攒 然后你说 你把公司卡给我 你还得给我买个镯子 那你不觉得这个事 你有点难为大哥吗 同样觉得 今天第一次相亲见面 你咔咔提一堆要求 人大哥不犯思想的 就答应了你各种要求 镯子的事是不是缓一缓 等以后真是啥啥都合拍 走在一起了 退休工资也花不晚的时候 再买个金镯子 那有啥难的呢 一个金镯子能证明个啥 你说是吧 我就是一直让老头 给我买个镯子 买个镯子吧 就证明说这老头心中无我 这也是属于心意 也属于见面 什么都 反正意义都多了 另外呢 就是公司卡呢 就两人一起生活对话 他要同意呢 咱们就能继续 就是这样 我就这意思 但是大姐心到这儿了 就是想要个金镯子 他可能不是来相亲的 心事不存 你说再多那也是徒劳 大姐那你相不相同的大哥呀 相不乐 相不乐咱差个镯子吗 不差 那你是要老爸 还要镯子呀 什么都要 不过我说大哥 怎么怎么地了呀 今天的相亲 就算来个大公养 只要给他买镯子 我寻事都给他能领回家 真是掉前沿里去了 大姐还是不实行 决定再来一得瑟 能买了买 不买拉倒 大爷还是你大爷 最后的操作让我弟担心有点多余了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点点关注 在评论区随意疯狂吐槽 留下你的看法吧